才刚说欧洲不应该卷入台海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荷兰 走到哪都想过街老鼠 抗议民众打断演讲 明显不满马克宏强推法国年金改革 大大抗议部条 写着暴力又表里不一的总统 马克宏转过头听听抱怨 但没过几秒 示威者就被拖出场 走到哪都被骂 另一场现话活动 也有人跑来举标语 访问北京后 马克宏亲中言论 让欧盟很尴尬 领域德国 朝野齐声谴责马克宏发言 不过接下来换德国外长访中 如何表态成为焦点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 周二抵达北爱尔兰访问 却传出炸弹危机 拜登抵达前 北爱警方在第二大城伦敦得利 发现四枚疑似管状炸弹的物体 虽然距离拜登造访的贝尔法斯特 距离100公里 还是让维安绷紧神经 TVBS新闻众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